好 我们刚才讲到了 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基于我们一个 公司的一个physical 就是一个物理上的东西 我们有自己的产品 我们有自己的工厂 我们有我们的人 但是我们的公司 更更重要的 跟全球所有伙伴们 希望能够连结在一起的一个 什么东西是什么 是产品吗 yes 是公司吗 yes 但最最重要的是公司的文化 公司什么文化 ASEA拿这两个字 作为最终诚信 为基础 它是一家非常有诚信的公司 它的英文当中叫integrating OK 所以大家记住了 如果你今天来讲 你在跟任何一个 你去找一个工作 或者你去 希望跟一个公司 去合作的时候 你如果把诚信放在第一 那么我祝贺你 你一定会 一定会合作很愉快 因为我本人也是 自己在开公司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诚信是无价的 那么我们今天来讲 ASEA以这样的一个诚信 作为自己拓展全球事业的 一个基础的基础 大家可以想象 OK 下面三个字是公司的一个 文化的 这个 公司 就是相信 归属 成就 首先这个里边 我要相信 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相信相信 归属和成就 即使讲的是 我们每一个会员 我们每一个会员 需要相信公司 我们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会员 要相信这个公司 我们每一个会员 需要相信这个产品 如果你相信公司 告诉你 这个产品是无毒 无害 无负责用 你相信这个公司的产品 是对你每一个细胞 都有帮助的 我请你做个试验 那如果这样 既然相信没毒 你就多用一点了 你多喝一点 说没毒嘛 那我就多喝一点 你给你自己看一看 是什么状态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就是说当时公司 这个公司的 在成型研究 医学研究所 拿着这个到FDA去做检测 做最毒性的检测 把加大剂量 给这个小动物的时候 那不仅这个小动物 没有任何的负责用 反而会越来越健康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他相信 你相信他 你就多喝 就像我问David 他为什么这么激情摇曳 他的变化 三年变化 那我们也是 产品真正的 就是说我们从 小量开始 到中量到大量 体验过的这个过程 真的是 公司说的是 无毒无害 我相信他 我希望你也相信 那么如果你相信他 你就归手他 你就去传播他 听从他 跟他去结婚 然后你这种感觉 希望能够去帮助他 去成长 去感恩他 那么这样来讲 你就会去 跟他一样 去传播这个文化 这样你真正的 你要成就自己 成就自己 成为自己 OK 你要成为什么呢 你就会成为一个 氧化还原信号分子 你跟 小子说想想 你要自己成为一个活跃的 氧化还原信号分子 跟你的细胞里的 跟你身体细胞里的 每一个细胞都能够进行沟通 该多有意思 我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去 你会相信 归手和成就 OK 那么这个公司 我刚才讲到了 最有利的是软实力 是他的文化 就跟我们今天任何一个 国家一样的 输出 软实力叫文化 文化才是一个国家的 国力的象征 OK 那么这样来讲 我们公司也是一样 公司的文化 说实在乎 我希望大家 我只是这里给出一些图 这些图呢 就能够让大家能理解 这个公司的文化 根基很深厚 这个公司的创始人 公司的高层 花了大量的气血 力气 来兼顾自己的文化 创造自己 独一无二的文化 来让我们每一个会员 有一种归手感 有一种家 回家的感觉 我是有这种感觉 包括Edwin 也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Edwin 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感觉 就是他感觉到自己 好像找到一种家的感觉了 我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伙伴们 都去很好去理解 花时间 因为你没有文化 是没有 如果一个人没有文化 那他就没有灵魂 但是有了文化之后 他就有了灵魂 他这个公司 能走得长长远远 有他自己真正的 能够在你的心灵里面 能站住一席之地的地方 我自己这几年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公司的Tayla 在任何一个场合 都会去讲这样一个公式 叫E2TPC E2TPC是什么呢 他就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把自我和金钱 放在第二位 低于你的原则 来同时来成长 你的自己的能力 capacity 所以我们大家都能够 理解这样一个文化 这样来讲 把你的E2 保持在P下 推动自己的capacity 推动自己的能力 我希望大家能够 也是一样的去做 深入去理解 如果你今天理解了 你就能成功 这是你ASEA的成功的法则 管理你自己的动机 永远不要让你的自我 和经济动机 胜过你遵守 真正原则的承诺 建立你的能力 你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很大程度上 在你提高自身价值的程度上 去努力工作 仔细去理解 公司创始人 今天在全球所有的会场上 他一定会讲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这个Taylor 今天来讲的 ASEA独一无二的文化 同时我也想告诉大家 随着ASEA公司的不断的扩大 他有的公司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出乱了 出问题了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ASEA有一个非常清晰的 全球战略发展战略思想 他这些战略思想 这些图标 有时间可以看 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资料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在各个场合 能够积极参加公司的一些聚会 公司的一些会议 Taylor我们的公司的创始人 他今天是我们公司 ASEA文化的举旗子 他到哪里都打这种文化牌 那么这样来讲 让大家知道ASEA是一个有文化的公司 是一个有灵魂的公司 是一个人的公司 我一定会看 我们的公司 也会看 我们的公司 也会看 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公司 并且看